日坛公园 又名周日坛 始建于明嘉靖九年 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场所 是北京市著名文物古迹舞坛之一 西天门 是帝王朝拜太阳神祭祀时出路之口 汉白玉路面 曾是帝王祭祀的必经之路 潭维是公园的主体建筑 潭西向四边各有九级的台阶 周围建有圆形砖墙 矮墙正面西向 三门六柱 南北东三面各有一门两柱 我们看到的这棵九龙柏 树林约1100多年 经历沧桑 弯曲的树干如同九条苍龙的向上伸展 仿佛九条盘踞 守护圆坛的 蛟龙 棋具 展翔 奔向 苍天 气势 苍劲 树身齐腰 挂红牌的属于一级古树 一级古树 树灵在三百年以上 挂绿牌的为二级古树 树灵在一百年以上 公园的建身场所 还有攀爬的石壁 正在施工的是 公园正在 恢复古建筑的一部分 西南景区很漂亮 不但有江南庭院的湖光山寺 还有古朴天雅的北方园林风光 湖畔依建着古色古香的水泄 画坊和小园亭 游人可以临水一栏 尽赏风景 小湖的南北驾以曲桥 拱桥 湖边围绕 蜿蜒远回的小路 一阵风吹来 柳条随风摆动身姿 很是漂亮 青砖铺就的小路 吸水性很好 两旁种植了细竹 雨后空气很清新 沿着小路慢慢走 享受当下的宁静 纪日壁画 长15米 高6米 画面主要以纪日为主题 壁画中央是金鸟太阳神 上有飞天 下有帝王 群臣及百姓 祭祀太阳神的龙共场面 公园里的游乐设施 供小朋友们在这里开心的玩耍 水上泼泼球 挺适合年轻人 累了就在旁边的瓶子里歇歇吹坠风 也挺惬意的 金色银杏树叶在阳光下通体透亮 如满身金色锦段形成一条银杏黄金走廊 秋高气爽的天气 河系的阳光 温柔的洒满公园每个角落 在美丽如画的公园里 游人们赏夜观景 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心情格外舒畅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公园的西北角 这里有马郡烈士墓 墓册建有纪念馆 馆内设有革命先驱民族英烈马郡生平师级专题展 游人可以免费参观 这里被批为爱国主义教育疾病 黄金山录华 黄金山录放